Hello 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北京 今天是我岳父术后的第二天了 然后医生呢 昨天也是告诉我们 今天呢 可以给他大量的补充蛋白 然后呢 可以增加的一些营养 增加一些抵抗力的东西 然后呢 主要是啊 我父亲有痛风 然后他肾呢 还不好 就是吃什么漏什么 蛋白一直补起来 然后呢 本来最好的呢 是鱼汤 但是他有痛风嘛 我们也不敢给他炖鱼汤 也不敢给他做海鲜什么的 最终呢 我们俩就是买了一只鸡 给他炖了一个鸡汤 这个鸡汤啊 我们俩已经炖了 有五个多小时了 本来水是在这儿的 现在都已经给炖没了 这个味道真的是闻着很香了吧 然后最主要呢 里边我们放了 有三分之一的人参 然后还有那一根虫草 这个虫草呢 是非常好的 我们俩查了很多资料啊 就是有什么补品呢 就是能对肾好 也能对肺好 还能提高免疫力什么的 只有这个虫草了 然后呢 就是托朋友在 纳曲那边给带了二十多根过来 然后最近这几天呢 就是每天都给他炖上一个虫草 加上一点点的人参 这样呢 就是让他这个肺呢 就是能快速的恢复 快速恢复之后呢 我们才能给他治疗肾的一个症状 然后现在呢 就是给他装到保温杯里 给他送过去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 我们把肉也给他加两块吧 肉一会儿放到杯子里 放那个缸子里 放那个缸子里 嗯 来 这呢 这个人参 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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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虫草 啊 这呢 这个虫草 哦 虫草还完整着呢 我以为它会碎呢 嗯 它是不是一会儿喝完汤还可以再加点什么东西喝 是 这里头还有一点点汤 我再给他 再闭一下嘛 我们带了一杯汤 两个鸡腿 两个鸡翅 给他们吃 正好呢 也是我岳母在那里边也是 这两天也没吃好 对 给他也补补 给他也补一补 神的照顾人的人反而病了 像我们俩前两天一样 最主要就是我们俩进不去 看都看不见 在外边干着急 哎呀 现在能做的呢 就是给他们带点吃的 带点喝的 这是我们俩现在唯一能做的 今天是我岳父术后的第三天了 昨天我们俩给他送汤的时候呢 看了他一眼 他能下地呢 就是能在走廊里能溜达两圈了 但是就是他这个伤口啊 就是比较疼 就是一坐下 一站起来的时候特别难受 然后呢 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也是比较疼的 反正挺难受的 嗯 所以现在不好好吃饭 嗯 对 只能喝点汤什么的 然后我们今天呢 就给他炖了一个牛骨汤 从昨天晚上炖的 一直炖到现在了 总共炖了有六个多小时了 这个是牛骨山药汤 炖了六个多小时了 里边的骨髓啊 都炖出来了 里边呢 今天又放了一根虫草和半根人参 然后我们每一天呢 都会给他炖一种汤 然后用这个大保温杯 这个是1.5升的 比我脸都大了 给他带过去 然后这一杯呢 都够他喝一天的了 然后昨天嘛 给他们送过去的时候 我岳父呢 就是本着那个汤味特别好喝 然后着急的时候喝了一口 直接的给他烫了 给他舌头完 还有上饿也给他烫了 最想吃东西 只想喝点东西 嗯 你现在在干嘛 我把这个油给他撇出来 要不然他油大了 他也喝不进去啊 那是 对吧 他现在好多东西特别想吃 但是吃不了 吃不下去 尤其是腻的呀 油大的这种东西 我都吃不了 那那个里头那些肥肉 你是不是拿出来呢 肥肉也给你拿出来 就拿几块手肉给肥腥 我们俩今天准备坐公交车过去 坐公交车也就15分钟左右吧 七八站提 一人一块钱 还挺方便的 直接到医院门口的 现在我们到医院了 这个周六日啊 他这个医院人比较少 好像好多科室他都是休息的 这个进去医院 现在到这个病房门口了 我们俩还是进不去 他得让我约母出来 哎哟 我出来了 你出来了 昨天呢 他又没有好好吃饭 刚才我约母说 就是因为这个伤口疼 然后呢 每天吃的那个止疼药 然后不舒服 就没头 那个不良反应就是有一项是要呕吐 呕吐恶心 嗯 哎呀 吃不下饭去 这个就是伤口恢复的就是 肯定会更慢 明天还得准备给他顿点别的 但是我跟托托跑进去 看他精神状态挺好 精神状态好 但是 然后我说给他拿回去烫啊 他说那你赶紧给我打开呀 然后我醒了半天会晕开 他也拧不动 是 明天就是准备再给他换一样 就是每天换一样 让他吃个不同口味的 这样他有可能还有点胃口 今天主要和大家就是聊聊天吧 因为从前天我们俩发的那个视频 是我们俩在天津嘛 说把那个房子卖了 然后替我岳父治病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条视频呢 能引发这么大的一个争议 就是我们俩是全网发的 然后呢评论呢有两千多条吧 然后给我们俩发的私信呢 有三百多条 其中有一大部分人呢 是很早关注我们的 就是对我们俩呢就是比较关心 就是来问候我们俩的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呢 是随波逐流 就从那阴阳怪气的 给我们俩发私信发评论 然后还有一小部分人呢 是对我们俩一个谩骂攻击 然后呢还有说我们俩是营销号的 有一大部分人呢是从印度 从越南从老沃呢开始关注我们俩的 应该是在半年多前了 然后有很多人呢我都知道是老朋友了 就是每回呢都给我们俩评论 给我们俩发私信什么的 这一部分人呢是真心的关心我们俩的 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这么长时间来呢对我们俩的一个支持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是刚看到我们俩视频 对我们俩一无了解 开始在那底下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甚至有些人呢会产生到谩骂攻击 然后还有一些人一部分人说 我们俩这个号是营销号 主要呢就是为了积攒人气 找人捐款的找人要钱什么的 其实有很多人给我们俩推荐过 爱心愁水逼愁那种的就是捐款 我们俩直接给拒绝了 因为我们真的不需要 对真的不需要 因为他很少让我看评论 出于对我一个一个保护吧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实话还挺生气的 首先水滴愁爱心愁 我是真的不需要 我这点钱还是拿得出来的 何况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我不会向陌生人伸手要钱去救我的家人 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目的 而不是说向别人去祈求怜悯 这个我完全不需要 说实话就是给我父亲治病这点钱 十万二十万我们俩 包括我们俩家庭还是能拿得出来的 我之所以卖天津那套房子 第一呢是因为 我们俩想给他一个后续的治疗 有一个保障 因为他这个手术病 现在手术完事了 后续呢有可能会吃靶祥药 有可能会化疗 对甚至呢还会有做一个细胞免疫治疗 因为细胞免疫治疗非常贵 我只是想我手里有这些钱的 我可以给他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其实有很多评论都说 癌症呢是治不好的 我们也知道癌症治不好 我们也知道癌症的这个钱是无底线的 但是他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只想尽我们最大的一个努力 让我们这个亲人能多陪伴我们几年 就是这样 没有别的 还有一些呢 对于慢骂我们俩的那些人 你看完我们的视频 你对我们了解了 你再来说这些话 其实有些视频 包括之前也有一些不好的声音 然后呢也有些人呢 说我们视频拍的怎么怎么样 对于有一些的 你们给我发的意见呢 我是真的会接受的 你们说我视频拍的不好啊 哪哪也不好啊 我可以需要改正 但是对于这条视频呢 我真的是 真的是挺生气挺生气的 因为这个涉及到家人 对 你可以说我 但是你不能说我的家人 嗯 超口我也有看到一些说 如果老人懂事的话 就不会让孩子这样做 我觉得追求生命是每个人的权利 对呀 再说了 这个跟他懂不懂是没有关系 对呀 再说这是他给自己创造的条件 他自己的房子 是委托我们而已 对 我们帮他做了这个决定而已 嗯 这是他为他自己争取的权利 我觉得是 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说我们俩 拍视频没有底线 老人都生病了 还拍视频 其实我们俩以前呢 就是拍视频的呀 我们俩以前呢 在国外拍一些人文 拍一些风景 已经拍了有五个国家了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工作 对是工作 还有一点 我想问问 发这些私信的朋友们 我们拍我们自己的视频呢 你不想看你可以划走 而且我感觉我们拍这个视频 没有什么不好的 首先第一点 我可以记录我们的生活 也可以记录我父亲的一个生活 这是我的一个生活日常 我没有爱照你们什么事 你们不想看可以不看 喜欢看的朋友呢 可以留下 而且我们拍这个视频 还有另外一个想要 当然给我父亲留一个纪念 也是一个私心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给他多多少少留下一点影像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想如果有和我父亲类似症状的人 他可以看到整个的过程 会对他哪怕稍微有一点点帮助 我相信得这个病的人也不在少数 如果能对他们有稍微一点点的帮助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对 因为我们从他术前一直到术后 一直到康复 甚至到以后以后 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半年以后 他的一个过程我们都会记录下来 如果我父亲真的好了 这是对别人呢 会起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帮助 最后呢 我就想说一句话 在你不了解别人的情况下 请不要武断地来否定这个人 因为你不了解他 当然也要感谢很多很多支持我们的朋友 包括说人才两空之类的话的朋友 我觉得他们的心其实不是坏的 也是为了我们俩考虑 我们会综合考虑你们的意见 但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一定会努力的